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既然还有黄色星期五,亚马逊如何被弄反超?东南亚电商C市值近千亿美元,腾讯为大股东。 二、亚马逊全球开店,中国今日公布了2021四大战略重点,包括,一、支持企业线上业务的转型,明年将在成都、青岛等更多城市设立本地团队,增进与各级政府和跨境电商产业服务机构的合作。 二、支持中国卖家拓展全球业务,目前已有16个国家站点向中国卖家开放,明年将覆盖更多欧洲和拉美市场新的站点。 三、支持中国企业打造国际品牌,将提供更多打造品牌的工具和方案。 四、支持卖家优化选品策略。 相关报道,为什么要通过亚马逊直播推广产品? 时时流媒体在今天非常流行,因此卖家需要利用这一新机会来吸引亚马逊的大量受众。 未来两年,草根创业,做跨境电商还有机会吗? 以前草根卖家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选品加上一点点包装,在独立站市场分一杯羹。 但随着专业化的团队逐渐地进入到独立站的市场。 草根以后想靠跨境电商来创业真的会越来越难。 亚马逊直播,品牌受益的方式,有影响力的营销是营销预算的主要内容。 时时流媒体是内容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这就是为什么MZonlib极其新的网红计划,为品牌和网红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诱人机会。 中东电商竟然还有黄色星期五。 亚马逊如何被Noon反超? 亚马逊阿联酋站在营销上与Noon的选择也相似。 但是在YouTube占比62次100分号的投放上的配比更多。 Fastbook的投放比例较小。 仅占21、95分号。 B2B工厂转B2C电商你需要了解的几件事。 很多外贸老板转型做B2C电商都是拍脑袋的。 就听一下跨境电商的大会觉得行业很有前景。 再加上所谓的专家的煽风点火。 回到工厂就决策要搞电商。 往往是这种的。 失败率极高。